求學時不讀書 畢了葉後悔不識 學海夢 汪洋忠記一條 無時無刻 讀忍法作 大家好,歡迎來到讀忍法作 今天因為剛剛Thomas有些事 所以他自己會另外錄一節 可能你也會看到 他就會自己走過去聽 這次我們請了一個嘉賓上來 大家好,我是Haruka 我們今天是講一些 關於心理學的書 我相信由我開始才會好些 因為我那本比較容易快些講完 而且我正在吃東西,不好意思 講完可以找些東西咬兩口 那我這本書呢 就是Joe Navaros和Mathens Karnos寫的 FBI教你讀心術 他出過兩本 第一本就叫FBI教你讀心術 第二本呢 就叫FBI教你辦公室讀心術 那其實呢 是一本工具書來的 簡單來說就是 一個作者聲稱 聲稱他呢 他本人是一個FBI來的 前FBI 那他就可以 說教你如何在人的身體表情 諸如此類 看到他那時候是什麼反應 或者是一個什麼狀態 那老實 那本書我看完大部分東西都忘記了 我都百幾二百元 我就不太建議打一買 不過 他有兩樣東西呢 我印象深一點的 那我以下這段說話呢 你聽完你明白的話呢 其實你就不需要買這本書的 我說真的 他呢就說 一個人講不講大話呢 其實 不要看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很容易扮 反而你的身體的肢體動作 就很容易出賣你的 他舉了一個例子 例如有一次他去追過反 他就問那個圖人 你知不知道他跑去哪裡 他說他跑去左手邊 但是他說這個人講大話 為什麼呢 因為他 他的口就說那個人跑去左手邊 他的手是指了右邊 很多時候 人的下意識 其實會令到你的動作出賣了你真正的想法 他這本書我唯一記得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從一個人的助肢看看他的人是不是不安 怎麼看呢 他說很簡單 人類的天性 因為本身人類都是由原始一 人所謂動物進化而成的嘛 人類面對危機呢 是有三個步驟的 第一 不動 所以他說你經常見到有些人呢 他不動 或者對你沒有表情沒有反應 其實他不是 有時候他真的不是對你沒有禮貌 他那時候很不安 但是 這件事就不一定 可能他真的是一個賤人 好第二是什麼呢 如果不動 解決不了人類面對危機是怎樣呢 開始逃跑 逃跑都沒有用呢 才會開始 還擊的 這個是人類面對危機的三部曲 靜止不動 逃跑 還擊 那怎樣由一個人的助肢去看他是不是不安呢 他說很簡單 一個人 如果坐在這面對面 他靜止不動 其實他未必是真的 很討厭你的 但是如果他的腳 怎麼形容呢 他的腳跟 他腳跟不碰地 兩隻腳都腳跟不碰地 這是一個什麼動作呢 這是一個準備走的動作 其實 證明其實他對現在的狀況很不安 他說 或者大家可以去吃飯的時候留意一下 如果你看到 可能一男一女 在聊天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女方的腳是相隔不到地的話 那很可能他對這個男人沒有什麼興趣 這個就是我對這本書比較印象深 還有我會覺得 比較 實際的一個方法 因為他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表情 諸如此類 但因為 畢竟他本書會有圖 但是他 本書裡面圖的表情 當然是比較誇張一點的 其實你有時候 我覺得你在人面對面 很難去留意到那些比較細微的表情 或者動作 但是 我剛才說的那個 我會覺得比較容易去理解 還有他還有一些提示 例如他 例如他第二部那本FBI教你 辦公室讀心術 他就說 千萬不要去紋身 除非你是藍球明星 如果不是你上辦公室 辦公室 辦公室工作 紋身是一定會扣分的 就不要說什麼 什麼新世代 自由思想 這些東西不應用在辦公室上 就是一些諸如此類的方法 是一本純 我會叫做工具書 那 有不有趣 有趣的 但是很多東西 你看完我會覺得 用回還不記得 那 還有我發覺呢 那時候 Thomas 跟我說想說一些心理學的書 他很明顯不是很理解我一個什麼人 那你跟我說這些東西 我當然是找一本工具書來講的 但是結果他跟我們這集的監賓小瑤 和他本人看了一本書 根本就不是工具書來的 那搞得好像很奇怪 所以我先說先的 那 所以你們想說些什麼書 那你就自己介紹一下 Hello 我是夏德卡 那今天想和大家講一本書 那第一本呢 就叫做 最近都比較紅的 我想大家都容易在書屋見到 一本藍色 一本粉紅色 叫做 被討厭的勇氣 自我啟發之父 阿德納的教導 那作者就是 岸見一郎 和古賀史見 那其實這本書 是藍色粉紅色分上下策 你可以說是 那第一策就是講一些 阿德納比較入門的基本理論 阿德納是誰 是其中一個 如果你說心理學三大頭之一 大家想起心理學 應該會先想起佛洛伊德 但其實阿德納是和佛洛伊德 齊名的其中一個心理學家 其中一個門牌 那他和佛洛伊德 最大不同的東西 阿德納的心理學 是叫做個體心理學 還有他是否定心理創傷的 甚麼是否定心理創傷 在佛洛伊德 講回大家熟悉的佛洛伊德學說 譬如你曾經遇到一些事 或者你小時候遇到一些事 會造成你心理創傷 然後去影響你之後 你的人格 或者影響你的行為 這些我們都會歸咎在心理創傷上面 影響出來的層面 至於在阿德納的學說 認為他是不認同有心理創傷 因為他會覺得 譬如假設兩個小朋友 都是被父母虐待的 但是兩個小朋友出來之後 性格是未必一樣的 有一個可能他是變得很來看 變得很不敢接觸別人的 但是不是每個被虐待的小朋友 都一定會來向 一定會不敢跟別人打交道 有些依然都可以很開朗很見譚 所以 生理創傷不是絕對的 是阿德納的理論裡面 他會覺得 他會覺得 他不是不承認傷害 亦都不是覺得這些傷害 對你的想法 或者對你的決定沒有影響 但是他會覺得 你是可以憑著自己的意志 去定義 你過往的經驗 簡單來說 他沒有一種必然性 對 譬如你可以定義 可以定義 有些人可能 因為我父母對我感染 所以我會變成這樣的性格 或者你可以反過來 因為我之前 父母對我的愛是不夠的 所以我更加去珍惜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這就是你自我去定義過往所發生的事 我就這樣聽 像是那種 你的意志可以決定你的人生 我理解就是 是接近的 因為阿德納他本身 他會強調一件事 就是 每個人都是可以改變的 沒有改變不了這件事 都是你的意志去決定你的 又不可以決定你的未來 但是 不會說 沒有改變 又或者是說 我是這樣就是這樣 OK 而且他有很多 譬如有一些事 可能是 阿德納裡面 他有一些名句 譬如說 所有煩惱都是來自人際關係 嗯哼 那我想 對 譬如一些煩惱 可能你會覺得是因為一些事件而引生的煩惱 但是最近究竟都是因為人際關係才會產生的 譬如你跟人有比較 你才會在乎一些金錢上面的東西 還有 我又突然想問多一點點 阿德納他是一個現代人 不是古埃及時期的人 他不是 他是戰後 我看起來應該是 因為剛剛我在問的時候 我上了Wiki查 他是 1870年出生的 大概 如果你說他成名 因為他37年才死 大概是一戰前後 大概是一戰前後 你讀得數是差不多 一戰是1911年 他四十多歲 那時候 我覺得差不多 對 這個那時候書裡面也提到 為什麼他會去走 他會走個體心理學的時候 他都是因為在一戰時期 他覺得很絕望 是的 或者應該這樣說 世界的氣氛很絕望 大家都覺得一些東西是無能為力改變不了 然後他就開始去 你可以說 其實阿德納與其說 心理學也可以說是哲學的一種 OK 他開始思考 其實是不是真的 人沒有辦法去改變呢 然後再慢慢去引申 他這一套的學說出來 明白 那這本書 因為我就這樣看 其實他的作者是兩個日本人 他是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看的那本書 是叫做 糟糕 又是分析的那些名人 那些哲理 那本是叫做 我一時間記不起名字 我待會找到 我再跟大家說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這本書 他是 其實他是拿回阿德納的東西出來 再說一次 還是怎樣 其實他這本書 他這本書是比起其他純粹 即是教理阿德納這套學說 那類教科書 我會稱為 是容易入口的 因為他是整個 兩本書的上下脈 他是以一個哲學的哲學家 和一個青年人的對話 然後去帶出一些阿德納的思想 那些青年人可能是因為我家裡 或者面對一些苦惱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 有什麼這樣產生 然後哲學家就用阿德納的學說 去解釋 去分析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煩惱 為什麼你會面對這些問題 如果套用他的學說 其實你可以這樣去看這個世界 這樣去看這件事 簡單來說是一個例子 他是用一堆例子去解釋那個學說 因為我就這樣看這個作者簡介 《案件一郎》 即是其中一個作者 他是一個哲學家 是一個日本哲學家 另外那位古賀史健 就應該像是讚稿人多 因為他的職業制是自由讚稿人 我想那個關係就是 《案件一郎》負責用他的哲學思想 去解釋給大家聽 究竟這個心理學家的思想是說什麼 而古賀史健 就用他的文學修圍去寫那些故事出來 我想他們拍檔的關係就是這樣 應該 這個我就不知道 有機會是這樣 還有你譬如因為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被討厭的勇氣》 為什麼會用這本書 我想香港人未必那麼容易去明白 但是譬如在日本 日本是一個很講群體的社會 不要麻煩人 對 不要麻煩人 還有你所有東西其實很standard 很一模一樣 你很怕會帶給其他麻煩 甚至你為了不想帶給其他人麻煩 而去抑壓自己一些思想 一些抑壓自己想要的東西 譬如你去一間餐廳要吃蛋糕 前面只有你很想吃一件草莓蛋糕 但只有最後一件 什麼根本書就是這樣 而且後面有個小小弟少女就在那兒這樣要吃 我要食草莓蛋糕 那一般人都會用到 但問題 Slide normal 你是否真的要一下小妹妹 還是我去遵守自己的東西 日本經常會有很多各樣各樣的問題 如果你奉行亞德納國際心理學的時候 他就會說其實很多事情不是別人怎樣去看你 沒什麼人在乎你的樣子,只有你自己去在乎你自己 其實我想不止日本的,我想整個亞洲地區,或者亞洲人 或者大中華地區,都會比較奉行群體思想 也好看文化,相對不要麻煩別人 例如我舉個例子,很多去了外國工作或者移民的中國人 經常會被一些外國人批評,為什麼你不爭取自己的利益 我舉個例子,很多打工的時候你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亞洲人,特別是大陸台或者香港人 他們是會忍的,他們可能會覺得不要麻煩別人 不要,好像讓別人的臉,會找很多不同的理由 但是相反,外國人,他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我爭取自己的利益 我想可能這種就有點像你剛才說的那種情況 就是,你很在乎別人的眼光 而不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或者你在乎別人的眼光 而不去做一些所謂與眾不同的事 是的,那他這本書就 我想在亞洲人裏面,可能是比較多頓 你會覺得有很多說話,未必都頗難聽一下 是的,例如呢? 例如,譬如很簡單跟你說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所謂的心理創傷 你現在,譬如甚至是說 你如果是,你躲在家裡 你很怕同人去接觸 其實這一個是你自己所選擇的行為 而不是外界令到你覺得害怕 只不過是你個人去選擇 令到你自己害怕 令到你自己,我要躲在家裡 我不出去見人 而那個目的,其實有一個目的性是什麼? 目的性就是可能利用這種行為 去引起其他人的關心 或者我有個朋友都說了很接近的說話 他做社工,他有讀過心理學的 他說 你不去試不等於你考試合格 你只是不失敗 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意識 你說到沒有,其實你是在保護自己 去免受所謂的那種傷害 他經常說所有事情,你行為任何事情 都是有一個目的在 你說不說出來,或者你承不承認 但是其實你本身是有一個目的性 而是你才去行這些行為 包括你選擇你自敗 你選擇你自己和世家隔絕 其實可能是一個負面的行為都好 但是對你自己來說 他裡面有一件事情 其實所謂 他有一件事情叫做惡同善 不是說道德上的惡同善 是說你對於個人自己 譬如其他人覺得 你躲在家裡做一個人居族 是一個惡的行為 是不好的 負面的 你這樣對自己也不好 甚至當然本人都覺得 因為世界的價值觀 令到知道這個人的行為不好 但是深入地來說 對本人來說 這個是善利 因為他可以逃避 去面對這個世界 他需要承受的風險 的困難 也可以因為這樣熱忍去注意 這個對他本人來說是善利 那裡面有多少這些 你可以說幾當學本學 或者幾難聽的話 其實很純粹 其實所謂 他是想跟大家說 很多東西都是中性 就看看你 應該這麼說 是你想做成什麼目的 而去Define你那件事 究竟是好 還是不好 例如你剛才說 如果你覺得人生 是應該接觸多些 接觸其他多些人 豐盛一點的 躲在家裡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 只是純粹想逃避 傷害或者去拿去別人注意 那這件不是一件好的事 我是這樣理解 雖然我沒看過這本書 大致上是這樣 因為他本身都是傾向教育方面 即是青少年教育 或者是學童教育方面的書籍 所以在第二本書 他裡面很多的case study 都是說怎樣跟一些青少年相處 然後怎樣去教導他們的東西 我想作為一個父母 所以我作為教師都挺好的這本書 你說起青少年心理學 我覺得最能夠代表到 或者有一點點標籤化了 但是我覺得最能夠代表到 所謂現今日本青少年 或者世界上很多teenagers都是 就是Evers裡面的定真志 他那種是純粹是一種什麼心態 其實你看得出來的 他是假裝自己不在那些事 假裝自己抽空了自己個人 去提回事情 所以他對什麼都沒有反應 覺得什麼都沒有所謂 但是其實他這一種就是逃避的心理 還有其實他本身是在乎的 他在乎很多東西 但是他為了逃避傷害 而他也沒有想著去改變 或者他改變不了 所以他才會擺出這種姿態出來 其實你看到現在現今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說到這件事 其實都可以輪到另外一本 我有興趣想說的一本書 其實這兩本《被討厭的勇氣》 還有我接下來說的這一本《醫戀障礙為何我們總是無法好好愛人好好愛自己》 是由江田專司寫的 這兩本書其實都可以連在一起看都可以 剛才提到定真志的一個心理狀態 其實都是屬於一種恐懼逃避型醫戀 在醫戀障礙 因為另外一種心理學也是說的 都是幼兒或者教育方面都會比較多人 現在都多人會說的其中一個心理學 就是醫戀障礙 醫戀障礙其實是有 我以為是戀物那些 不是 他英文其實就是attachment 專注嗎? 或者是依附著某些東西 對 依附著某些東西 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的狀況 那醫戀障礙其實有分 醫戀障礙有分幾個 一種叫安全型 其實就是選擇你比較健全的個人 對一種人際關係的處理都比較健全的 另外會有焦慮型 逃避型 和混亂型 三種 而我剛才所說的恐懼逃避型 就是屬於混亂型 這本《醫戀障礙障礙》的書 就是討論為何人會有醫戀障礙的形成 很多時候都是回到你小時候 孩童時期 父母相處的成長 由嬰到三歲 這一段成長時間 父母如何與嬰兒之間的關係 而令到他形成了這個醫戀模式存在 所以說到三歲前這段時間 其實都對人格的形成都挺有影響的 我看過那個文章 因為剛巧我有一次和人們激烈討論 關於同性戀同志領養小孩子的問題 就有一點off topic 因為剛巧說起 就被同性戀者領養影響很大 然後我的反擊就是 被同性戀的同志領養影響再大 都不夠一個人留在孤兒園的影響這麼大 為什麼呢 留在孤兒園對一個小孩成長很大的影響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小孩子呢 嬰兒子呢 他是要跟人接觸 特別是父母接觸 他才學到怎樣給反應 例如你對他笑 他對你笑 什麼情況要哭 諸如此類 在孤兒園是很少這樣接觸 因為大家都明白 一個staff可能要對十幾個人 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去關注一個嬰兒子 當有一個人長期 特別是三歲之前 報告說 長期留在孤兒園 就是他缺乏這種接觸的時候 那個人會變得 極端一點說就是很定真字的 他會很 對人很隔膜 因為他其實不是不開心 或者開心 他是表達不到出來 因為他不知道怎樣 或者是那個情況 要給一個什麼正確的表情出來 這個就是 為什麼人留在孤兒園 或者一個小孩留在孤兒園 這麼大問題的一件事 這個其實都正正正是說恐懼逃避營醫戀 如何形成 其實都是關於這件事 裡面會更加說到 因為小朋友是為了生 即你始終是一個人 他會為了生存 而去學習 究竟應該 在這段時期會學習 究竟我應該怎樣去面對一些事情 譬如說逃避營 逃避營醫戀 其實我都是屬於逃避營醫戀 很多時候就是個案子 都會在小時候 爸爸媽媽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即未必固然理你的 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不理你 那你變了跟他們的 譬如你可能曾經 你會希望他們關愛過你的 但是因為他給不到這些時間 或者他給不到這種需求 在你小朋友去學會生存的時候 你還會明白 我答不到這種需求 你就會藏起這種事情 你會藏起這種慾望 OK 令到你形成 可能你與人之間 做了一種疏離的關係 因為你學不懂 如何去有一種親密的接觸 然後一個太close的關係 反而會令到你不安 因為你不知道他會不會 何時消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保持一個距離 你自己會舒服一點 這個叫逃避營 至於焦慮營 可能父母太多關心 他要什麼由什麼 令到他的關係太close 他不懂得分別 究竟我何時懂得去收放自己的情緒 變成很多時候反映 或者父母太若跡若利 他不知怎樣可以去處理親密的關係 一時你對我很好 一時你對我大腐大殼 我不懂得去處理 變成很多時候會反映 可能在拍拖戀愛的情況下 他對他的伴侶 他可能是那些奪命追魂咬 你不在的時候 我對他需求很大 你不在的時候 不在一陣子不回覆我一陣子 我已經發生困難 這一類型的 這個是招類型 他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他也用了日本不同的作家的成長 去分析究竟招類型 或者逃避型 會有什麼情況產生 後面也有一個測試 會告訴你 你可以測試一下自己 究竟是屬於什麼型 為什麼我會說他這本 會和被討厭的勇氣一起看 是不錯的呢 就是其實 在這本這段障礙裡 他也不是說了很多 你可以怎樣去 逃避型 你可以怎樣解決 你會知道我小時候是這樣 之後呢 他不是完全是沒有方法的 但也只是去學習 去理解 這件事 不是說你學到就學到 你學到就學到 我做不到 那麼多年來 你都是逃避型醫戀 但是反過來 會去想 即使我小時候 我是這樣的情況 我是這樣的家 用阿德拉的學說 任何東西 其實你自己可以定義 去看回 雖然我是 可能爸爸媽媽的關我少 但是在一個過程之中 你是不是其他東西沒得著呢 譬如跟自己說 你有其他什麼時候 你那個情況 可能會有改變 即是我如果 我定義為逃避型 因為逃避型 也有嚴重和安全型 我雖然逃避型 是傾向安全的 不是很嚴重 所以是OK 譬如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現在都OK 但是如果你嚴重逃避型 就是真的會很隔膜 跟所有人其實是 真的處於自己孤立的狀態 一同樣接觸就不舒服 OK 這個可能是在你成長之中 即雖然父母或者你三歲時期 是真的令到你的醫戀模式 是會定型的 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在你成長之中 你遇到的朋友 私背 或者你自己學習過程之中 都其實是可以改變的 正如他回避型的勇氣的情況 就是人是可以改變的 只是你自己本人去決定 改變還是不改變 不過同時 其實他也會跟你說 為什麼人不想改變呢 因為改變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一改變你會面對一些你未知的事情 而那個成本可能是會大過你留在現在 雖然你覺得好不開心 但是始終畢竟你不需要去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 你會舒服一點 所謂的confident zone 是的 那你決不決定改變就是 你有沒有這個所謂的勇氣去面對這件事 OK 是的 OK 我想我們發表的意見就到這裡為止 那麼 Thomas呢 他錄完那一節之後可能會 另外放上去我不清楚 那 那你們怎麼處理 你們聽到的時候就自然會知道 那 有什麼書呢 想我們說呢 我們是不會做的 因為那些比較悶的書 我們真的很難看到的 那 但是如果有書商想贊助我們 你可以絕對給我們 那好不好評價就一件事 好 那就下集再見 多謝各位 接下來呢 輪到我介紹一本書 那就是最近都幾多人討論的一個話題 就叫做情緒勒索 那這本書呢就是一個台灣的心理學家 周慕之作品,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心理學家,總之他是心理治療師 因為現在這本書不在我手上,所以有些內容沒辦法很具細無謂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本書你作為理解什麼叫情緒勒索 都是一個很輕易和容易入門的作品 這本書主要是分了幾個環節 第一個部分是解釋什麼叫情緒勒索 然後講一下情緒勒索的loop究竟是怎樣 通常我們用職場或父母的關係 通常你要有一些關係的人才能做好情緒勒索 否則基本上是勒索不到的 譬如上司要你做事 他的勒索一定會出現一個威脅 譬如如果你不敢這樣做 就會什麼什麼 或者那句說話包含著 你竟然這麼計較? 其實這樣給你做事都是給你的一些機會 他會用這些說話或這些行動 譬如說可能是父母的眼淚 譬如他覺得某些事情對你不滿意 或者他對你某些事情是感覺到不高興 你沒有跟從他的方法或他的路向去做 然後他就會哭 透過這些情緒勒索 去引發你幾件事 一不安 二罪咎感 透過這種對你自己的罪咎感 可能是一些文化的規範 會覺得我應該要孝順父母 我一搞到他這樣其實是真的不好 所以你就會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原本你不想做的事 然後他得請了 他知道下一次他就會這樣做 但是一般的情緒勒索 又會有一些事情很有趣 就是當你給他勒索完畢之後 他後期也會給你一些甜點 譬如讚你 你也做得不錯 譬如上司做得不錯 那爸爸媽媽就會說你也挺孝順 這一個循環就會令到 因為他得請 然後他會繼續做下去 這就是情緒勒索的循環 然後這本書也會講解一下 為什麼會引發情緒勒索 很多時候都是文化的問題 看回這個基本資料 事實上亞洲人的確是比較 或者受瑜伽文化 這個瑜伽文化圈裡面 是比較容易遇上情緒勒索的現象 反而外國人比較少 可能是涉及到大家關於瑜伽教化的問題 然後後面當然 說了給你聽有什麼問題之後 其實他也會告訴你 要面對情緒勒索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因為那個人通常都跟你有關係 無論是在職場上跟你有關係 還是他跟你根本是血緣上的關係 所以要擺脫不容易 但第一件事你要學習一下 自己有時候情緒的事情 例如對方的情緒 例如爸爸媽媽對於你某些事你不開心 你要去離開 你要迴避這種情緒勒索 你首先要告訴他 大家的情緒界限在哪裡 這本書很講究 首先要畫一個情緒界限 這些情緒是屬於你的 這些情緒是屬於我的 有時候 例如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例如情侶 他用情緒勒索威脅你 或者因為他不跟著你的路徑去做 所以他發你脾氣 或者他不開心 你想哄他 然後你哄不到他 哄不到他之後 你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是我的責任 所以你又走去 反過來 例如你說得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說 其實很容易發生 經常都會聽到 為什麼你說得不明白 於是你又動腦 這就是情緒勒索之間 情緒界限畫得不夠清楚的問題 導致很容易將互相的情感 或者雙方需要為自己的情緒負責的部分 混合在一起 當大家都動路 或者動了情緒 這件事也不會解決得好 所以有什麼方法好呢 比如 如果你真的發覺 對方在情緒勒索你 你可以首先跟他說 不如在電話上說 不如不要再說 不如收線 我們稍後 冷靜的時候再說下去 或者如果你發覺 真的不是在電話的 是在現場的 離開現場 有時候大家真的 看到面 就火星撞地球 你寧願還是離開現場 另外 很多時候 剛才有提過 很多時候 對方都會用一些說法 或者用一些方法 去威脅你 例如他挖你面 爸爸媽媽的眼淚 上司在職場上的威脅 你可以想想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這是一種方法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而到最後 實際上會遇到的是什麼 你最害怕的爸爸媽媽 可能就是 你們關係鬧得很差 以後從此都不再聊天 但事實上 你和你爸爸媽媽 會不會每一次吵架 都會發生這種事 不會 你最多都是一次 以後都不聊天 這句說話 決定了以後都不聊天 所以這本書 其實 對於人際的關係 這部分 其實說得很淺 一本百多二百頁的書 其實不太長 亦看得很方便 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本入門 它是一本值得推介的書 但你不要期望 看完這本書 好像萬里通 不可能的 你反而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你應該要再刮心些 它沒有一個 很能夠求諸己的方法 但它介紹了一些入門的方法 讓你去認識 怎樣去離開這個 比較絕望的困局 還有 在這裏再補充多一次 劃分情緒界限 對於如何應付情緒勒索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好,我Thomas的推介就到這裏為止